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细砂糖铺平 加入水20克 然后开火加热 开小火让糖慢慢融化 煮焦糖过程中不能去搅动糖水 这样容易引起糖水反沙 糖的温度上升会开始冒大泡 边缘的颜色会开始慢慢变淡淡的核色 然后颜色会越来越深 从淡核色变较深的核色 时间大约一分钟左右 所以要全程看着焦糖颜色的变化 也不要煮得过深 这样会产生苦味 煮到像这样的焦糖色 就可以准备关火了 把锅子拿起来晃动一下 这样可以让焦糖的颜色能够更均匀 今天使用的是可耐热的 150度烘焙专用的塑胶杯 也可以使用耐热的玻璃杯或陶瓷杯 将焦糖益倒入布丁杯中 平均每杯约10cc左右 然后静置一旁等它放凉凝结 现在我们准备来煮鸡蛋布丁 锅中倒入牛奶500克 加入细砂糖60克 然后开火加热 用汤匙将底部的糖稍微搅拌一下 这样可以加速让糖融化 牛奶大约煮到微温约50度就可以了 不用煮到全滚 现在我们来准备布丁液 调理盆里打入4颗室温的鸡蛋 约200克 用打蛋器轻轻地将蛋打散 再轻轻地搅打均匀 不用太大力 这样可以减少泡泡的产生 做出来的鸡蛋布丁才会比较细致 加入香草籽酱5克 建议用香草籽酱不要用香草筋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布丁口感会更香 添加香草籽酱也可以去除蛋的腥味 如果喜欢更浓郁的香草香气 可以用整根的香草夹会更棒哦 分次慢慢加入温热的牛奶 倒入牛奶的时候也要同时慢慢地搅拌 不能一次将温热的牛奶全部倒入 这样容易造成蛋液煮熟变成蛋花 我的搅拌器会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搅动 这个搅拌的技巧很重要 可以让蛋液更均匀 做出来的布丁也会更光滑细致 准备一个容器跟较细的滤网 将布丁液过筛去除蛋白液跟气泡 将布丁液倒入布丁杯中 再用滤网过筛一次 布丁液总共过筛两次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布丁 就会更光滑更细致 如果想要有更细致的布丁 建议可以细筛两次 尽量把多余残留的蛋白液去除 六杯鸡蛋布丁液都倒好了 准备要来蒸鸡蛋布丁了 锅中放入1.8米杯的水 电锅底部放入网架 避免布丁与电锅直接接触 盖上锅盖按下开关 等电锅冒烟水煮滚后 把鸡蛋布丁放入锅中 一个大铜电锅可以放入六杯 像这样大小的布丁杯 盖上锅盖 在电锅旁放上一根筷子 避免锅内温度太高蒸坏布丁 蒸到电锅跳起来 鸡蛋布丁蒸好了 准备要来开盖咯 拿一个布丁起来 轻轻摇晃一下 鸡蛋布丁确定凝固了 就可以从电锅中取出来放凉 等放凉后 我会盖上盖子 拿到冰箱冰 我等稍微放凉后 就准备来脱抹了 用手指轻压布丁杯 让布丁跟杯缘分离 建议鸡蛋布丁完全冰凉后再脱抹 会更好脱抹 将布丁轻轻倒在盘子上 焦糖液也跟着布丁一起滑落 呆呆的鸡蛋布丁 准备要来试吃鸡蛋布丁了 鸡蛋布丁非常光滑 而且质地非常的细致 我喜欢这个鸡蛋布丁的口感 吃起来绵密细致 搭配着焦糖一起吃 真的让人爱不失口 我觉得冰果的鸡蛋布丁更好吃 口感更绵密 更有层次 现在天气渐渐炎热 很适合做这个鸡蛋布丁 当作饭后甜点 不用烤箱 只要用电锅 一个按键就完成了 是一个大人跟小孩 都很喜欢吃的一道甜点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